中学时期我们都学过欧阳修的灵关传续 在文章结尾有这么一句 说方其圣也 举天下之豪杰 莫能与时生 方其衰远 数时灵人困之 而生死国灭 为天下孝 这个圣极而衰的大神 就是后唐开国皇帝李存旭 我们之前讲大唐灭亡的时候 篡唐的朱温建立了梁国 始成后梁 但是朱温的建国并没有那么一气呵成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憋屈 这个让他感到憋屈的人 这是我们开头灵关传续的主人公的父亲 李克用 李克用是沙头人 皇朝之乱中 他率不难下 在混乱的局势里面大杀四方 一路追着皇朝党 因为这个彪悍的军功 李克用被堂皇封为河东节度使 简孝太师兼中书令 后来更是加封晋王 成为晚唐时期 除了梁王朱温以外 又一个大军阀 朱温和李克用 一个在河南 一个在山西 可以说脸对脸 面对面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他俩很快就打起来了 这一打 就是从乾宁二年 打到了天赋二年 将近八年 这八年的时间里 朱温按着李克用打 把牢里头打的是头歪眼斜 李克用甚至一度想抱着儿子回草原 不过他的儿子 年方十七岁的李存旭 倒是非常乐观 他说这坏日子到头也就好了 坏人坏到极致 肯定要遭报应 这个朱温现在这么嚣张 那他离毁灭肯定也不远了 咱们就先苟着 等有机会再干他一票 可惜李克用 不仅没有见到朱温倒霉 反而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老对头走向了人生巅峰 为什么呢 因为朱温在我们前几期当中 已经屠杀唐州皇室 灭唐开国了 李克用一口老血没别住 在公元908年去世 临走前他留下了三根剑 这三根剑分别代表着 朱温 刘仁公 契丹三个宿敌 希望儿子能把他们全干掉 但李克用给儿子留下的局势 还真是不稳 他手下的几个羊子 带头和李存旭不对活 在危难之际 李存旭可没有手软 直接一口气把这些哥哥们 全送去见老爹了 这刚解决完内部问题 那边朱温就主动找上门来 梁军大举进攻陆州 李存旭可不是个软弹 披麻带销 率军埋伏 趁着大雾打得梁军丢归卸下 以少生多后的李存旭 没有因此而大意 反而是尽心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 和群众搞好关系 就等找机会给朱温放显 可这个机会呢 没有等来 因为没过多久之后 朱温就被自己的好儿子 朱有龟给宰了 朱有龟还没有来得及 享受侍父的快乐 他就被自己的弟弟 朱有真给宰了 要不怎么说 为什么五代时过非常乱 你就看这一家子 父子子孝的嘴脸 同时有些好几个任务线 光是这个老朱家自己 就把侍君 侍父 侍兄全站起了 但凡你少一个画面 以后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剧情发展到哪了 趁着梁国内乱 李存旭趁机把矛头 对准了老对手当中的一个 幽州的刘仁公 干掉刘仁公后 李存旭发兵南下 进攻梁国 几乎占领了黄河以北的 大部分区域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三十一戒当中的第二个 契丹主动来找茬了 李存旭二话不说 派自己的父亲 仅存的养子李四元 把契丹又给揍了一顿 到这儿 父亲留下的三个任务 已经有两个完成了 接下来最后的目标就是梁国 公元923年 李存旭在魏州称帝 仍然以唐为国号 追封自己三代沙托老祖宗 为唐朝皇帝 史称后唐 这种行为 显然是为了在法统上 否认诸奔篡堂的行为 这一下子 多了一个人当皇帝 朱永珍肯定不干了 这一年 他四路出兵 想灭掉李存旭 而李存旭呢 是管你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他派李四元进攻汴州 直接干掉了朱永龟 来不及调兵回原的朱永龟 在城堡前自尽 后梁就此灭亡 可这场胜利来得太快 导致内部分赃不军 很快后堂的军队 就爆发了华便 李存旭呢 就打算派李四元去评判 没想到这个亲爹 留下来的养子 真是没一个好东西 李四元刚到地方就反了 李存旭本来想亲自去评判 可不是被叛军包了饺子 眼看局势不妙 这个李存旭手下的将领 竟然临振倒戈 亲自领兵杀向了李存旭 李存旭呢 就率兵逃跑 在火拼当中重见身亡 李存旭去世之后 李四元进入洛阳称帝 史称唐明宗 这个就是五代十五 你再厉害的牛人 他的胜利和失败 都来得特别突然 从后梁的毁灭 到后唐的混乱 就可以看出来 导致这个时代 秩序崩溃的主要原因 就是交兵汉将太多 大家只认拳头 不认礼法 这也难怪 后来的宋长会 拼命的去收支武将 这真的是被那个 战乱的时代给吓坏了